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美厨娘 今天和大家分享煎饼卷菜 这个煎饼卷菜是非常普通的一道家常菜 几乎每一家都会做 但是这煎饼如果摊得好呢 有几个重点 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 第一个,咱们要加盐 为啥要加盐呢 加盐来增加面的筋道程度 第二个,摊煎饼就是这个和面汁的时候呢 面和水的比例 我现在讲的是溶积比 也就是说放一杯水 也要放同样溶积的一杯面 那我再讲溶积比 所以呢,这个煎饼的这个比例呢 水和面的比例是1比1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这样和出来的汁呢 稠稀的程度刚好 第三个,在搅拌汁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也要给它一个醒的过程 也就是说第一次搅 你看会看很多面疙瘩 没关系 要放在一旁 醒一会儿 再搅的时候 它就非常的光滑了 所以一定要把面汁搅拌到里面 没有面疙瘩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活好的面汁是什么样子 你看它就是有一定的稠度 不是那么西汤瓜水的 而且非常的光滑 面汁活到这个程度才能保证 这个煎饼 第一,它可以成型 第二,它的口感是最好的 最后一点就是摊煎饼 摊煎饼的火不能大 必须是中小火 每次我都强调中火 中火的温度大概就是 160度到180度左右 一定要中火 要慢慢烙 要非常有耐心 你要是火特别大呢 就落糊了,落焦了 反而不好 而且会加升 你看就要这样两边的慢慢翻 基本上一面 我真的就会唱一遍 Happy Birthday 基本上一面就差不多可以翻了 翻个那么几次 到起泡 一起泡 这个煎饼就熟了 天菜豆腐盆 来吧 从辣子鸡蛋 卷 这个收个点 卷 卷 卷 嗯 味道 香了